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也是一个著名的凶藏皇帝 在他们家族一通内斗之后 刘骏除掉了自己的哥哥后继位 为宋孝武帝 当时民间有戈谣说 都是家族为了皇位的连番血战 其实只是为了历史上臭名昭著的皇帝 刘子叶登基 做了一个血色的铺垫而已 大明八年 即公元六四六年 刘骏驾崩 其嫡长子刘子叶继位 年号永光 此时 刘子叶年仅十六岁 不过 他可谓是名如其人 他登基后的种种令人瞠目结舌的恶劣行径 都正如他的名字所显示的一样 正是紫成父业 甚至比他父亲更高一筹 刘子叶的父皇刘骏荒淫无耻 令人无法想象 他把他的几个堂姐妹 统统收归后宫 供自己玩弄 而他的儿子更是清除于懒而胜于懒 居然和自己同父同母的亲姐姐公开乱伦 他这个姐姐名叫刘楚玉 被册封为山阴公主 当时已经嫁给驸马都尉何姬为妻 虽然她滋容秀美 但是生性风流 驸马满足不了 他就打起了自己皇帝弟弟的主意 刘子叶本是好色之徒 早就对姐姐的美色垂弦三尺 现在看到姐姐对他有意 自然是大喜过望 于是把他照进宫来 一夜春风之后 这姐弟俩竟像是一对夫妻 恩恩爱爱 刘子叶龙心大悦 也给了山阴公主优厚待遇 给她进爵位 为惠祭郡长公主 志同郡王使汤墓逸两千户 给骨车一步 不久 山阴公主觉得弟弟不能满足她 就对皇帝弟弟提出了新要求 妾与陛下虽男女不同 但都是先帝的骨肉 陛下你后宫无数 美女如云 我却只有驸马一个人 这是太不公平了 刘子叶想想 姐姐说的也很有道理 于是给她找来了三十个面首 以满足其需求 没想到 山阴公主得到这些面首后 芳心大悦 召唤穆勒 云语无度 竟把皇帝弟弟 抛到了九霄云外去了 刘子叶被姐姐冷落了 寂寞难耐 便开始打起自己姑姑 新菜公主刘英妹的主意 新菜公主和她的妃子 陆妃是远亲 不时到宫中探望 刘子叶见她虽然年近三十 却生得杏眼陶塞 千娇百媚 风情万种 十分可人 就动了寂云之心 以探望路飞的名义 把新菜公主召进了后宫 新菜公主进了宫来 却不见路飞的踪影 只有皇帝刘子叶坐在那里 不禁起了疑心 就向她询问路飞何在 对于刘英妹来说 十六岁的刘子叶 由同自己的儿子一般 看她的眼神中都充满了慈爱 哪知刘子叶更不答话 竟把她抱上了笼床 新菜公主大惊 拼命挣扎 还大叫着说 自己可是皇上的姑姑 皇上不能做这样 违反刚常伦理的事情 刘子叶却说 姐姐上的事情 姑姑又有何妨 后来 见新菜公主还是不从 就抽出剑来威胁她 你要是不从了我 我就先灭了你 然后灭你全族 新菜公主无可奈何 只好半推半就 一面是自己的族人 一面是面对内心道德的谴责 最终 她选择牺牲自己 来保全家人 刘子叶得到新菜公主 对她十分迷恋 一直留她在宫中日夜逝寝 不肯放出宫去 这时 新菜公主的小儿子生了疾病 她的丈夫宁硕将军 何迈爱子心切 连连催促公主回府 刘子叶一看 堂塞不过去 就索性找了个宫女 放在棺材里送去 假称 新菜公主已经抱病而亡 但 作为丈夫的何迈 难道分不清 同床共诊多年妻子的遗体 自然不是 为了弄清楚这件事 她花费无数心血 最终得知 妻子并没有死去 而是被皇帝刘子叶给霸占了 一时之间 她血气上涌 大怒道 不杀你 事不为人 由于何迈平时豪爽大方 又是将军之子 手下也养了一批 为她誓死效忠的人 于是 她便开始谋划 如何废除刘子叶 扶持刘子勋为帝 然而 上天却没有站在她这一边 还没开始行动 计划就被泄露出去 刘子叶趁其不备 亲率大军 一举将其灭掉 后来 刘子叶便心安礼得地 让新菜公主常住宫中 为了掩人耳目 还将她改成姓谢 之后更是要封她做皇后 但遭到了这位姑姑的苦苦拒绝 刘子叶只好立了陆飞做皇后 但对她的这位姑姑 一直宠爱有加 除了刘姓本族的女子外 刘子叶对刘氏皇族通婚的女子们 一个都没有犯过 当然 她不是自己亲自上阵打理 而是让外人强行欺负这些女子 自己在一旁取乐 一天 她下令召集诸王的妃嫔 公主入宫 等他们都来了 就下令左右侍卫侍臣 一起脱取衣服 当下和他们共赴乌山 这些女子都吓得花容失色 四散奔逃 可是哪里能跑得过那些如狼似虎的侍卫 当时南平王刘朔的王妃江氏 说什么也不肯做这样的事情 刘子叶大怒 就威胁他 要是再不从 就把他的三个儿子除掉 江氏仍然不从 于是刘子叶就打了他一百鞭子 当即派人到江氏家中 把他的三个儿子抓来 当着他的面全部除掉了 这样一来 那些女子谁还敢违抗刘子叶的命令 只好含奔受辱 让那些侍卫为所欲为 刘子叶对着这一派惨烈的场面 却洋洋得已 细细地欣赏起来 还不时地在一旁拍手大笑 刘子叶叔叔刘修仁的母亲 建安王太妃陈氏 年纪不惑 而容颜还显得十分年轻 风韵犹存 刘子叶就命又为将军刘道龙 欺负贱贱王太妃 并让刘修仁在一旁观看 刘子叶对左右说道 刘修仁若稍有不满 你们就杀了他 陈太妃害怕自己的儿子丢掉性命 只能默然承受这种羞辱 而刘修仁对此也十分平静 刘子叶这才把他放了 当然 刘修仁不会忘了这样的骑士大辱 所以后来他帮助湘东王刘裕 夺得了地位 刘子叶不仅荒淫无耻 乱伦无度 而且还滥杀无辜 搞得人心惶惶 朝不保夕 刘子叶特别恨他的六个叔叔 于是就把他们全抓进京城 将其中最胖的三位关进笼子里 每日供应朱石 令其拱石 他将其中最胖的叔叔 湘东王刘裕 命名为朱王 肆意侮辱取乐 至此 刘子叶已经到了 众叛亲离的地步 太史元年 即公元465年11月 将军柳光氏 寿继之等人 合谋将刘子叶除掉 随即与刘修仁等王公大臣 雍丽被刘子叶命名为 朱王的刘裕继位 史称宋明帝 刘裕当上皇帝后 便以淫乱的罪名 将山鹰公主刘楚裕赐死 并让他的那三十个面首 为他殉葬 还命人为刘子叶收尸 草草埋葬在墨陵的 一个乱葬岗子中 称之为废帝 就这样 刘子叶仅仅当了一年的皇帝 就死于乱刀之下 此时他才17岁 这个小皇帝 做梦也没有想到 他的这种乱朝乱伦 乱臣漆的疯狂生活 只有一年的时间 便戛然而止了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观看 如果您有什么看法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 欢迎订阅 下期再见